大人一天 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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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過我們都很久了 我們都很久了 他媽的政府 一個沒得到人民的心心 都才會發出我們的心情 看這個平安 看我們專家 救災總指揮的蘇貞昌先生 也關到了 要說台灣有可能 有可能疏散幾萬人 甚至幾十萬人 來搜尋人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規何家園一直是民進黨的黨綱 而我們在執政的時 我們也力推 這是我們的政策 但是我們一直力不如人 在立法院 我們也力量不夠 我們看到 現在在台灣 四個核電廠 三個啟動 一個正在做 大家看到 如果以台北線的核一 核二廠出入 那個地方 其實疏散很困難 屏東縣 遠在恆春 出來更是只有一條路 那是在綁霜 那種地方 長達一百多公里 因為我剛好都當過縣長 剛好都是地方的總指揮 當時的演習也做得不夠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能建立核 規何家園 可惜 我們都認為這樣的主張 為台灣好 卻是不能被大家來接受 有些人認為 我們過於誇大 但是現在看到 日本的核災 我們真的觸目驚心 而且也覺得 以日本那麼嚴謹 都會有這樣的狀況 台灣更令人疑心吊膽 所以 看到現在的氣候異常 災變連連 我們更應該 謙卑地保護地球 檢討自己 我們更應該來努力 建立 揮何家園 今天 跟大家走一起 希望我們的努力能有結果 謝謝大家 感謝各位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